PP-2000冲锋枪口径 最初的圆形枪的枪机 看起来好像是暴落式 其实是类似于华勒特MPL MPK那样的L型 而且枪机框的前部暴露于机峡外 并肩做上膛推顶 这样的装填方式又类似于PP-90M1 只不过PP-2000操作起来更方便 而且枪口露出的位置较多 也不影响附加销声器等枪口装置 枪管前方有可调节高低和风偏的柱形准心 机峡顶部有固定式的缺口罩门 射程装定为100米 虽然有资料中写 可以瞄准200米处的目标 但PP-2000比较适合对付100米范围内的目标 PP-2000的圆形枪有两种容量的弹匣 一种是20发 另一种是44发 弓弹弹匣插在握把内 而在枪尾还有一个弹匣插口 把44发备用弹匣插上去后就变成枪托 因为要尖做尖托 所以PP-2000的弹匣 底板上还带有防滑纹 保险快慢机柄位于机侠左侧 在握把上方 装定位置从上到下分别为保险 连法和单发 快慢机柄的设计也很有特色 在快慢机柄中间有一个长孔 在机侠上标了一个白点和三个红点 当快慢机柄装定在保险位置时 通过这个长孔能看到白点 装定在连发位置时 通过长孔能看到三个红点 而装定在单发位置时 则只能看到三个红点中的最后一个 理论射速能控制在600发分左右 这样虽然枪很轻 但即使单手操作 也比较容易控制连发射击 使用PP2000发射在90米的射距上 可以击穿3毫米厚的钢板 在50米处可以穿透厚度为5毫米的钢板 如果在20米距离上射击 则可以轻松地穿透8毫米厚的钢板 大概在2007年或2008年的时候 开始获得俄罗斯的一些执法机构 和内务部部队所采用 在2013年时又被发现一些俄罗斯的私营军事公司 PMC的武装人员也有使用 责任编辑 PMC的武装人员也有使用 带赢7毫米厚艺术 大量留意 PMC的 Martinez 有一符 倒鈴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